夏天,衡量一辆车的好坏,空调的制冷效果绝对是最重要的指标。 那么你知道,汽车空调的制冷系统是怎么工作的吗? 谢谢老板点个免费小红心,一分钟搞懂汽车空调制冷原理。 户外这种喷洒水污降温的见过吧,把水高压雾化喷出, 雾化的水在高温或常温环境蒸发非常快, 在蒸发的过程中就会吸附周围空气的热量,让周围环境变得凉爽。 空调也是基于这样的原理,把制冷系统中的制冷机雾化, 蒸发时吸附热量降低空气温度,并把冷空气送入车内。 当打开汽车空调后,电子离合器就会带动压缩机工作, 由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发动机驱动,所以开空调会提升油耗。 压缩比把制冷剂压缩成高温高压的气态制冷剂, 制冷剂再经过管路进入车头的冷凝器,冷凝器和风扇再把制冷剂降温。 制冷剂因热量被排出,就会冷凝成高压低温液体。 同时,冷凝器中的干燥瓶会吸收制冷剂中的水分和杂质, 避免制冷剂在管路中出现水堵、冰堵及脏堵。 完成冷凝的高压低温液态制冷剂,又会通过膨胀阀, 膨胀阀就是一个喷头,把制冷剂雾化喷入蒸发器。 此时的制冷剂被释放了压力,成了低温雾化状态, 在蒸发器中蒸发,吸附蒸发器的热量, 新鲜的空气经过蒸发器时就会被降温, 然后才被送入车内。 吸热蒸发后的制冷剂又变成了常温低压的气态, 再次进入压缩机。 至此,汽车空调完成一次制冷循环, 只要空调不关闭,这个循环就会一直进行。 是不是非常简单? 下期我们再讲空调不制冷, 或制冷效果变差是什么原因? 不去修理厂,自己又应该怎么处理?